你的代码越来越烂 你写起来就越慢 而你的代码越来越烂 也会导致出现更多的bug 每次发布 你都需要手动的去测试 测试可能发现新的bug 而你又不得已快速修复 而不敢重构 从而让代码又一次变烂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上下文端中 来谈要不要单元测试 我们就可以有根据的表示 单元测试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不是说 我觉得单元测试要写 我就写 我有时间写 那就写 我开发爽了就用 不爽就不用 这样感性的一些答案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业务不需要平方上线 并且整个团队有足够多的人力 来覆盖手工测试 那你可以不用单元测试 或者如果说 你不在意这个代码变得非常烂 并且呢 也从来不做重构 不想让自己的代码变得更好 那你也可以不用单元测试 另外 如果你说我不在意代码质量 哪怕我写了无数个EFiles 没有测试的保护 我也可以用我的大脑处理好所有的逻辑 那你也可以不用单元测试 或者说 如果你没有快速部署的需求 线上出现问题 我们就修复 不出现问题 就永远不管 那你可以不用单元测试 因为最终我不在测试阶段发现问题 那就是最终的用户发现了问题 发现问题 用户也不会投诉 那你自然不用单元测试 而除此之外 你就一定需要写单元测试 如果你想随时整理重构你的代码 你就需要写单元测试来进行自动化回归 保障你的功能不被破坏 另外呢 我们也会在项目中搭建流水线 持续集成我们的产品代码和测试代码 持续不断的验证每一次提交代码是否符合预期 拥有这样的自动化测试套件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验证提交的完整性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提交都可以进入到Jinkins或其他的流水线 这个流水线会自动运行我们写好的单元测试 从而单元测试可以帮助我们自动化的验证代码是否符合预期 没有破坏已有的功能 从而我们可以快速部署到更高一级的测试环境 如果经过验证之后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发布上线 刚刚也提到了单元测试与重构之间的关系 因为重构是在不改变软件可观测行为的前提下 改善代码内部设计或实现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开发者进行一些代码变更 也就是重构 此时我们如何去检测我们的改变 没有影响到软件的可观测行为呢 一种方式是手动验证一遍 而另外一种则是通过自动化测试来验证 如果失败了我们需要恢复此次重构 如果测试通过了说明我们没有改变过软件的可观测行为 从而这次重构可以进入我们的代码提交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持续的改进我们的代码 每一次代码变更都会有信心我不会破坏 所以说这一点单元测试是重构的 唯一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测试基本上就没有办法重构代码 所以只要你的软件系统需要持续发展 你就需要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在前端领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前面我们提到了单元测试首先它是自动化的 它能够给我们极快的一个反馈速度 也就是当我们需要快速让想法付诸行动推向市场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快速验证已有的功能 以及新开发的功能是否符合预期 尽可能的缩短Leader Time 也就是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 只有我们不断去缩短这个反馈周期提高反馈的速度 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另外再考虑到两个事实 我们整个项目的人员会流动 应用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多 那么人员一定会流动 需求一定会增加 直到整个项目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到应用的所有功能 那么此时对整个软件做出修改的成本也会变得非常之高 所以说如果你意图依赖人工的方式 手工的方式来应对如此快速变化的市场 挑战是非常非常高的 从时间维度上来说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所以说为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 那么我们随时重构整理产品代码也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套自动化的测试套件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反馈 做质量的守卫者 只有解决了人工质量这两个问题 我们的开发效率才能稳步提升 团队和公司对于市场的响应速度才会变得更快 另外还有一点是bug的破窗理论 首先我们都知道bug对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种干扰 一种困扰 首先它影响了我们团队的自信心 也会因为紧急的bug破坏了已有的需求排期和日程安排 并且这样对整个团队的积极性是非常有影响的 另外如果我们在测试过程当中没有发现产品中的错误 那么这些bug最终会让用户来承担 从而影响用户的一个使用体验 可能导致用户的愤怒 通常来说只要项目中发现了一个bug 其他的bug会像破窗理论一样逐渐出现 因为毕竟这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说我们这些bug会逐渐累积起来 最终当你想解决其中任何一个bug都会变得越发困难 并且多个问题可能会相互叠加 导致更大古杂的一个故障 对于团队心理的一个影响在于 当我们遇到如此大量的一些bug时 我们解决和发现这些问题的动力都会大大降低 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团队的士气 所以测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产品对于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 以及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代码的可重构性 持续改进代码结构 另外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提高整个团队的士气 那么前端的单元测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既然是前端单元测试 那么首先是前端 然后是单元测试 有些同学会说 我认可快速开发 但是我不一定是通过写单元测试呀 测试金字塔告诉我们 我们有多种实现测试的方式 那么首先是E2E 然后是集成测试 最后是单元测试 从前端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测试其实是离用户最近的 对吧 我们应该把用户想象成一个小孩 他如果遇到任何缺陷 会非常的生气 而对我们的产品失去耐心 如果我们在前端都不能发现最终的问题 那么很可能他就会由我们的用户发现他 而另外一方面是单元测试 为什么我们要写单元测试 从测试金字塔的角度来说 越往上测试的成本是越高的 并且它的运行速度也是越慢的 当我们考虑单元测试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要尽可能 享用它带来的好处 这里面所有的测试都可以有这么几点好处 能够让我们安全的重构已有代码 能够快速回归已有的功能 并且保存业务的一个上下文 那么单元测试 其实是离我们开发者最近的 因为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写起来是最容易的 运行速度也是最快的 反馈效果也是最直接的 因为我们作为前端开发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就是在面对一个一个抽象过的组件 组件作为最基础的单元 那我们就应该去保障组件的功能完整性 所以说多快好省 正是因为它快好 并且成本最低 从而我们应该写最多的单元测试 它运行速度最快 成本也就更低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本节课 我们为什么要做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存在于敏捷开发的上下文 我们用Lead Time 也就是产品想法推向市场的时间周期 来作为一个度量指标 这个度量指标能够促使我们快速的去迭代 快速的去验证真正的产品价值 而这个周期越短 我们就能够不断提高交付给用户的产品价值 那么也就对我们的软件开发流程 给予了快这样一个希望 而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完备的单元测试之后 我们才能够自动化的去验证 已有的功能 以及新开发的功能 从而能够持续集成 持续的交付 另外我们提到 在前端领域 单元测试 离我们的开发者最近 另一方面 因为它处于前端 离最终的用户的距离也最近 所以我们应该更重视前端的测试 而作为开发者 写更多的单元测试 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 快好省 提高开发质量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将继续讲解 JEST作为单元测试基础框架 来演化我们写测试的方式 当然我会给大家介绍 基础概念 最后就是真正的动手写代码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